各位小朋友 月考考完後有沒有跟家人一起出去旅行放鬆一下心情呢? 最近河濱國小校園中有時候會看見拿著行李箱的幾個人 手啊在那邊揮啊揮的 難道是要進行脫行李箱騎馬舞教學嗎? 唉...不是啦 不是要教各位跳騎馬舞啦 講到騎馬舞相信各位一定比你們的老師還要會跳 那旅行箱是要做什麼用的呢? 其實啊那三咖旅行箱是要給蘇去旅行用的啦 什麼蘇也會旅行喔? 沒錯 河濱國小現在正愛和五甲國小舉行帶著蘇去旅行的活動 下星期我們河濱國小的蘇就要去那邊旅行 而五甲國小的蘇也要來我們河濱了唷 什麼呀你還不知道有這個活動喔? 趕快上網站瞧瞧吧 讀蘇可是有很多好處的唷 至於畫面上那些小朋友在演什麼東西 在這邊賣個關子 下星期你就會知道啦